来咱们那屏幕都联了吗 联屏幕呢 先看一下上午的 然后咱们上午呢 是说了一些这个微服相关的概念 然后写了 最后呢 是写了一个网络传输的实现 对吧 这个传输的实现呢 里边我们写了两个方法 这里边一个是写 一个是读 这也就是传输里边 基本两个操作 然后呢在测试的时候 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这样做的 给他写两个写程 然后一个负责写 一个负责读 这俩写程呢 分别去创建一个session 也就是说创建一个绘画 然后他呢 有一个连接 那么这连接是谁呢 就是当前这个写程监听的这个地址 这地址呢 就是我们本级的八千 然后在这个地址里边呢 就可以直接去掉绘画下的写 然后绘画下的读 直接掉一下 然后进行了一个测试 在这绘画呢 咱们看到用的时候 我直接创建一个session s冒号 这样去创建的 然后呢 这个你直接创建可以 或者说呢 你在这个session 这个文件里边 你单写一个勾造方法 也可以 你用的时候呢 直接掉一下就行 就这一般 它有圆码里边呢 一般会有一个勾造方法 咱们讲那个函数 是讲过勾造函数吧 勾造函数一般干嘛的呀 对 其实就是创建的是 我们这个就可以啊 这也给它写一个 然后比如说叫new session 这里边要返回的是session 它里边是需要连接的 这里边给它割一个连接 然后呢 它返回的就是这个session 直接一return 它的目的呢 就是创建一个session 就完事了 写这么一个就可以 这个用的时候呢 直接掉一下 把那connection传进去 它就给你返回一个session对象 就行了 好 这是上午说的这个代码 然后呢 咱们下面 这个什么 这个绘画 读和写写完之后 我们再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说呢 咱们读和写 我刚才读和写的话 这个书据 书据呢 我看一下 这个书据是不是my data呀 上午这个绘画当中 读和写的这个书据是my data 那么这my data呢 我就随便写了一个字 好了 好了我勾浪 其实呢 在你这个交互时呢 它这个数据是需要这个编码和解码是吧 你看这儿咱们还没有进行编码和解码吧 对我这儿就是直接把什么呀 直接把这数据给写进去 然后那边呢 给我读出来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这儿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传递啊 没有进行这个复杂的编辑码 像我上午给大家介绍那个JRPC 它的编辑码就用的是谷歌的PortoBuff 对吧 你把数据传输时呢 需要用那PortoBuff 然后进行编码 然后传到目的地了 然后再拿PortoBuff那个协议进行解码 这数据呢 双方就沟通了 那么在这儿呢 然后咱们说沟浪 它那个本身的标准包用的是谷歌 进行编码和解码 这儿呢 还是先模仿一下标准包的那个告捕方式 因为咱们这儿沟浪呢 用告捕比较方便啊 也就说呢 这边我们需要再写一个文件 再写一个用于编解码 然后还有定义这个数据传输的 嗯 再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叫code 好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先这个需要定义 一个是编码 一个是解码 那么编码呢 咱们给写个函数 函数咱们叫incode 然后那么这个编码的话 嗯 你想了传什么参数呀 对 其实这个就 你考虑咱们在基础 是学过那个Jason编码和解码吧 你Jason编码的时候传什么呀 你编码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传你想编的数据呀 嗯 然后他编好之后呢 是不是会给你返回一个二进制呀 对吧 就是一个应该是byte字节的东西 呃 这些方法呢 你再给个arrow 大概返回值呢 可以返回一个这个编码好的数据和一个异常 那么他这个他这个参数呢 你就可以传那个交互的数据 然后同样的那个那个解码也是一样的 解码的话就是返回的是这个 传入的是这个嘛 对吧 给他反一下 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先定一下 定一下这个RPC 交互的数据格式 他们之间呢 以什么格式交互的 然后那么就把那个格式给我传进去就行啊 这块你这样写 定一个结构体 就是RPC的数据 这个RPC数据里边有什么呢 我这先给你写一下啊 里边的一般会有一个这个名字 还有一个是参数 这不一定有几个还不一定是啥类型 那么这边他这个编码的话就应该传的是RPC 这咱们来想一下 这个你在RPC交互时 比如说咱们上午写那个客户端 你客户端访问服务端的时候 你传的是什么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干嘛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你看咱们客户端访问服务端是你第一个参数干嘛的 对你是不是传的是你想访问什么东西啊 对吧 第二个参数是不是他携带的这个参数啊 对吧 其实我们定义的就是这两个 所以说在这边呢 他在数据交互的时候 基本就传的是你想访问谁 然后你那个参数是什么 对吧 那么在这呢 把这个数据给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 在里边如果想进行这个编码的话 我们这儿是用告布 进行编码 告布 告布呢 它有一个new 应该是第一个 这 这俩是一样吗 哦不是 那decoder是吧 我应该encoder啊 告布呢 它有一个方法叫告布点newencoder 这个方法呢 它是得到一个字节的编码器 这是得到字节编码器 因为我们现在呢 想把数据进行这个编码解码 所以说呢 我要编码的话 先得到一个编码器 那么这个newencoder 它需要参数 看一下参数啊 这样呢 说这个方法 它会返回一个新的encoder this will transmit on the IORiter 这里边呢 它传一个IORiter的类型啊 IORiter的一个类型 其实这个类型的话 应该是 我看在这 应该这样去写 定一个buff 然后by this 的buffer 这个buff呢 它就是一个IORiter的一个类型 给它一个这个地址类型的 那么它得到这个writer的话 点wire一下 你看得到一个这个encoder 这就是一个字节的编码器 那么用这编码器能做什么事呢 其实它就可以去编码这个数据了 比如说呢 用这个encoder 它直接可以调一个 encoder 这个encoder的话 直接将数据扔进去 它就可以自动的进行一个编码 其实这个方法呢 跟以前教大家用那个json差不多 那个json的时候 你编码是不是也是把数据扔进去啊 对它就是json进行一个json形式的一个编码 这个gob呢 也类似啊 gob也是得到它的编码器 然后把你数据扔进去 它就是gob形式进行一个编码 那么这个编码完之后呢 它会返回 它只是返回一个异常啊 它只是返回一个arrow 返回一个arrow 不等于new 如果有 如果不等于new 这个数据是没有的 然后把arrow返回 如果说它这个编码没问题的话 它没有返回arrow 那这个数据就有的 数据就是buff.bats buff.bats buff呢 就是我上面定义的一个l类型 那么buff.bats就能得到那个句叠的数据 其实在这呢 它如果是编码正确的话 那个数据就就会在这个buff.bats里 这是编码后的一个数据 其实这个gob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跟jason类似的一个东西就行 它只是用作编码和解码的 编码写好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解码 写一个decode 然后解码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就是把这个 还有这个 隔这给反过来就行 因为解码就跟它反向操作嘛 那你要解的话 肯定解的是bat类型的 对 然后解码呢 应该是给它解成这个类型 解成这个类型 再来个异常 上面呢 我们编码是这样去定义的 然后解码的话 直接来一个buff 还是来一个buff bats.new一个buff 把这个b扔进去 上面是得到一个编码器 这块我想得到的是解码器 得到解码器 解码器的话 那刚才是gov.newencoder 然后我们现在呢 是newdecoder 这就行了 把这个buff扔进去 这个呢 就是得到关于buff的一个解码器 点挖一下 这就是一个decoder 好了 那么拿到这个解码器之后呢 就可以用这个解码器 写一下 对数据解码 用这个decoder 去这个decode 这个decoder呢 是解码 用它解码谁呢 其实就是解码 上面这个数据嘛 是吧 解码这个 rpcdata 也就是 看一下 这块我应该跟外边定义一下 rpcdata 这个就行了 我在这呢 想用解码器 对于这个返回值类型 这个返回值类型 我叫了一个data 然后对于它呢 进行一个解码 然后解码完成之后 这儿同样呢 也会返回一个异常 r不等于new 如果说有异常的话 有异常的话 data就直接返回就行了 它有异常就是new了 如果没异常的话 还是这个data new new 小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这块呢 咱们简单 这个回顾一下 其实我们这儿只是做两个事 一个是编码 一个是解码 那么在它底层这个编码和解码这块呢 golang就是用的这个gob这个包去编码和解码的 然后这个包呢 就是incoding下的gob 然后那么gob它在编码和解码时呢 它是需要一个编码器 一个解码器 这个思路都是一样的 你在编码时是拿到这个编码器 然后对于数据呢 进行一个编码 解码时呢 是拿到一个解码器 然后对数据进行解码 其实这是类似的 这两方法类似啊 那么咱们在后边 你有了这个编码器和 编码方法和解码方法 在后边写 咱们一会写完大码就可以写一个测试 你测试时呢 比如说像刚才这样的数据 你给传了这么一个串 那么这个串在传的时候 我就应该先对它进行一个编码 对 编码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是告告编码 然后像那个GRPC那个框架呢 它就是用PortoBuff进行编码 当然那个PortoBuff它效率更高 它拿那个编码完了给传 传完之后到另一边了 再拿PortoBuff协议再一解码 当然在我这儿呢 就是用刚才这两方法 就是你传之前 调一下这个Incode 然后传过去之后呢 在那边调一下这个Dcode的解码 这个数据就过来了 知道吗 其实这个就是类似于一个Json编辑码了 好了前面的把这个基础一块都写完了 写完之后 也就是说这个数据我们是在网络当中是可以读写 然后也有编辑码了 那么接下来呢就完成这主要的两个 主要的两个呢 一个是RPC的一个服务端 一个是RPC的扣端 我上午给大家简单的提了一句 就是说我们在实现RPC的时候 主要是服务端和扣端 像咱们前边的话 如果说直接调库去实现 在服务端应该是 有这些方法 对不对 你服务端这边RPC是不是得注册一下 得注册一下 然后得绑HTP 然后才能去监听 然后听对应的你在扣端这边 你需要的是connection.co 也就是说这边是需要一个code 它需要能访问到服务端 所以说呢 这是咱们直接调包去做的 如果说想了解这个原理的话 咱们得自己实现一下这个服务端和扣端 所以说呢 在这就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说想实现这个RPC的服务端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服务端接收到的数据 需要包括什么呀 这个因为我现在呢 想写代码实现一个服务端 你服务端肯定是被人家访问的 那你被人家访问时 你接收到的数据 可能会包含什么呀 嗯对 请求的方法 对 请求方法 还有需要的参数 是吧 也就是调用的函数名 还有这个需要的参数 嗯 也就是这两个是吧 那么这是服务端 他可能接收到的东西啊 那么咱们服务端 我如果想实现一个服务端 大概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想 也就是你那个扣端 克兰特端 你调用时呢 其实传过来只是一个函数名 我咋的 你给我传一个名 我得实现一个函数的调用 理解吗 嗯 其实这个调用呢 不是说简单的 你夸一调就调完了 这个因为已经是程序运行时了 就是说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你访问我 我这呢根据那个名字再去调一下 这个显然是一个什么操作呀 反射 对 这是程序运行时 根据函数名去调用函数 是一个反射的操作吧 嗯 对 这是扣端 嗯 传过来 函数名 然后服务端 这个运行时 都要用 这个显然是一个 反射操作 嗯 那么除了这个 大家知道 这是反射操作 其实这个服务端呢 还需要干一个事啊 就是说 它需要维护一个函数 函数名到函数之间的一个映射 因为我知道这函数名得映射到哪个函数 那么这个事呢 其实关于映射这种事 一般的用Map就可以了啊 Map因为就是KV的 它就维护一个Map就可以 维护一个函数名 到函数之间的Map 这是服务端 它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那么再往下 考虑完这些服务端 它接收到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它呢 解决什么问题 在下边 服务端的核心功能有哪些 也就是说 我们写这个代码 大概需要写哪些核心的东西啊 思考一下 这个其实 根据上面这个写的 就是说根据上面写的 它这个核心功能呢 首先它得维护一个 维护一个Map 然后这是做映射的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 扣端它传过来那些东西啊 我得这个解析 对解析过来 解析过来 通过这个反射再去调用 解析这个 扣端这个什么呀 扣端参数 然后通过通过反射去调用之行 这是第二个 还有什么呀 咱们服务端除了你接受过扣端的参数 然后你处理完了 是不是还得返回啊 对 第三个是 我得通过服务端 给扣端 返回结果 好 你看服务端是不是大概就这么几个事啊 咱们暂且先定义这么几个事啊 这块呢 其实之前给那个 因为那个五班呢 是最后讲这个微服务的 然后给他们班讲的也是 没写出来之前这个有点懵 然后这个没关系啊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 然后因为之前可能没太自己手写过 是吧 没事 这个一会儿呢 我边写 然后边一步步的说 咱们写完了 再翻回头整体的说一下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啊 那么这块 咱们先实现这个什么RPC的服务端 还是隔一块写了啊 隔这来写 我这就叫一个server 咱们注意一下啊 你看我这写了一个文件 叫server 其实我现在写这个server呢 跟之前在这写这个server意义 它是不一样的啊 我之前这块写那个server 它只是写一个服务端 在写那个服务端 想发布的函数吧 对吧 我现在写一个server 这是干嘛的呀 我现在这个server就是实现 服务端掉的那些 服务端的方法 理解吗 像服务端这个什么regitter 咱们一会儿得实现一下 是干这个事的 好 那么在服务端这块 我这样来写 因为我们这块呢 是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 所以说还是写一个东西 先给它抽取一下对象啊 如果说你写一个服务端 我这先抽取一个服务端对象 server 一个结果体 那么这个服务端对象呢 咱们想想这个包含啥 刚才说了这个服务端呢 它是肯定是需要一个 维护一个map吧 所以说这里边呢 肯定是需要维护服务端 函数名到函数值的映射的map 这是必须的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地址 这是服务端 它应该有的 因为服务端呢 你本身就是要监听的 你监听的是哪呢 也就是说监听的是某一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也必须加上 一个是地址 还有一个是这个map 这个map里边呢 实际上它维护的都是 都是函数啊 也就是服务端 所有的函数 在这里边去维护 funciens 一个map 咱们想一下这map格式 我怎么定义啊 对肯定k是一个词尊 因为它就是那个函数名 它这值呢 应该是这样想 其实你想函数的话 不是不是函数 这个值的话 大家想有可能是一个函数是吧 因为它到 它这个名字到哪呢 就是到一个函数 但是这个事呢 它是通过反射实现的 而不是说直接去调那个函数 所以说在这呢 它有值类型 应该是一个反射的值 就是一个reflect的值 这么去定义 这个是它原码也是这样去搞的啊 也就是说呢 它通过这个函数名去调用 调用的实际上是一个 本质上是一个反射值 那么这个反射值呢 最终它可以找到要调的那个函数 是这样去调的 这是第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定义 然后跟那个session一样 你知道也可以先写一个构造函数啊 构造函数 然后后边那个测试方法去用的 这个你想创建一个服务端呢 你调用时肯定给它传一个地址就行了 还是返回server 这个构造函数呢 实际上它就是得到一个想要的对象就行了 嗯 它的map 就创建一个map 这一块先弄一个构造函数 这不是重点 咱们重点呢 是讲就是实现它那个注册的方法 嗯 还有后边的服务端运行 首先呢 咱们先写一个这个注册的 也就是服务注册方法 为啥写一个服务注册呢 因为咱们之前这块都是有调过的 就是这个 regator看到了吧 就是它 我们现在呢 自己实现一个这个方法 呃 function 它呢 肯定是属于服务端的 给服务端去榜上 server 嗯 就叫这名吧 就叫这个 啊 我们呢 也叫一个regator 然后大家想这个方法 嗯 需要传什么参数呀 看看人家这个啊 人家这个传个什么呀 啊 传的是那个对象是吧 其实它这块 为何传对象呢 因为它在对象里是不是有方法呀 嗯 对吧 它本质上呢 其实应该传的是那个方法就行 哎 在这块我们就 因为它这如果传对象 进去之后 它得先解析对象 解析完对象呢 还是那个方法名和这个函数 刚才就省略一步啊 不传对象了 直接传那个方法名就行了 哎 它这就多了一步 多了一步解析 我这呢 直接传那个rpc那个方法名 啊 一个是名 还有一个是具体那个函数啊 这么来传 啊 你想一下 比如说你写一个上午写什么了 写那个周长的方法是吧 你写那个周长周长了 求周长 你这块呢 注册的时候就传一个 呃 周长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具体的函数就可以了 理解吧 啊 写这样一个注册的方法 其实呢 在服务端这边 你本质上就是写各种各样的函数 等别人去掉 然后呢 你写完一个函数 然后你可以去注册一下 然后像他原生那个标准库里边呢 是所有函数绑到一个对象上 然后直接传对象到里边再解析一下 循环解析 也是一样的啊 那这块这是注册 注册的话 呃 进去之后 想想我们这该怎么做了呀 嗯 你比如说呢 进去之后 应该是 到这个麦克上吧 嗯 对 咱们这个你想 服务端比如说有一个周长的方法 周长 他想注册的话 他就是想给他塞到麦克里嘛 麦克就是这个名字 到具体那个函数的一个映射 嗯 啊 所以说你第一步呢 应该是 把这个注册到麦克里 对吧 所以说呢 这第一步应该是操作麦克 但是你操作麦克这块 最好先来个判断啊 就说判断一下 麦克有没有这个值 有没有此值 或者说此键吧 嗯 服务端的麦克是s.function 先看一下这个麦克里边 有没有这个 这个方法名 对吧 我们这个从Map里取数据判断 这么判断 好 如果说这个是OK的情况下 是怎么回事 是有是吧 有的话就不用注册了 直接给他返回就行了 这是第一个 有了这个方法了 你就别注册了 然后接着写 如果说没有的话 这是可以给注册一下吧 对 这是给他s.function 注册一下 s.function 首先呢 这个Map 我们给加一个键 这个键就是这个内幕 啊 然后它的值呢 哎 它的值我们发现是一个反射 的值类型 是吧 反射的值类型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取啊 就是通过反射 嗯 对 它有一个value of value of谁呢 就是这个f 啊 你这么一写的话 它自动的可以 嗯 根据 根据你传的那个f 去取到那个类型 或者说取到那个值 对吧 然后这个Map 就给它添加进去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注册 就是这么三行代码 简单吧 啊 其实这边你说服务注册呢 如果说你用一个Map 去维护这个映射关系的话 它就是这么几行代码 然后它的名字呢 就是函数名 啊 这个值呢 就是函数对应的自己 自己那个值 对 反射的值就行了 嗯 好 咱们继续啊 那么这块呢 它其实注册是搞定了 刚才咱们这个分析的 首先第一个是 维护一个Map 这个Map呢 是做它映射的 这个是搞定的 那么关于服务端呢 下边还有一些事 呃 服务端它需要根据用户 传的这个东西 嗯 去反射调用 刚才呢 我们只是给它存到一个Map里了 然后服务端过来之后呢 我还得写一个怎么去调是吧 还得写一个怎么去调 还有呢 别客户端怎么去反为结果 然后下边去写一下 这边再写一个 这个服务端 嗯 服务端实现的具体逻辑吧 具体逻辑 方式 呃 还是这个服务端的方法给它绑上 然后呢给它起个名啊 咱们叫个run 这是服务端的方法 呃 服务端具体做什么事呢 首先服务端它得它得监听吧 对吧 它得监听让别人呢去访问它 所以它第一步咱们应该是监听 呃 啊 第二个是地址吧 s点 这是当前服务端那个地址 呃 这儿listen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listener对象 啊 还有一个是异常 这个异常先处理一下 好 这是处理一下异常 呃 然后处理完异常了 咱们上午其实这段代码写过 得到一个listen对象 然后是不是循环进行这个监听呀 对 这块上午写过 所以是循环监听 fo一下 呃 在这里边呢 循环监听的时候 用listen去 accept 这是不是都是上午的呀 那么每一次呢 进来一个人去联网服务端的时候 得到一个具体的连接 异常 对 然后异常再处理一下 嗯 异常处理 OK 然后处理完之后 这个呃 每进来一个人 他应该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对话 也就是说独立的一个对话 那么这呢 第二步 我需要创建一个 绘画 呃 这个创建绘画的话 直接调一下 前面的构造函数啊 new session 把那个连接扔进去 呃 这个new session呢 是我们在session里边写的一个构造 然后拿这个构造呢 会得到一个 session的对象了 挖一下 呃 这就得到一个session的对象 那么 那么这边其实是一个服务端的一个session 啊 拿到这么一个对象 那么拿到这对象可以做啥事呢 是不是可以 呃 可以读可以写呀 嗯 对吧 其实在这一步的话 就相当于服务端现在 呃 给你 比如说发一个他想掉的函数 我拿到的session去 去read一下 这个read和read是咱们前面实现的rpc的一个读和写是吧 然后我现在其实客户端你想了刚进来的时候 肯定是客户端在访问我 对吧 这个这个奉行完是不是不断的监听客户端访问呀 啊 你上面只是服务端的监听 然后这边呢 每进来一个一个扣端 就是单独的一个绘画 那么这个绘画呢 我第一次处理应该是读取它 因为我想读一下扣端想做什么事吧 嗯 啊 这是读扣端 所以是read一下 啊 返回值呢 是一个数据和一个error啊 返回值是一个bass和一个error 然后我现在呢 你看 进来之后 我读到了客户端想做什么事 也就是说拿到了一个数据是bass的 那么这个bass数据呢 我们是不是在口端发送时 应该是拿我刚才自己实现的一个编码给编了 对吧 编好之后 我到这儿是不是还得需要解码一下 对 这儿是解码 扣端数据 嗯 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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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应该直接掉就行 因为在一个包里边 我这几个都是在一个包 我直接掉就行 是decode 这是解码 解码 直接把b给扔进去 这应该就可以解码了 这应该就可以解码了 解码了 你看得到了一个数据和一个error 这个数据呢 其实就是rpc发过来的数据嘛 rpc data data 和一个anrroo 好 那么 这一步的话 我目前是可以得到 嗯 口端想做什么事了吧 因为我接到口端的数据了 然后呢 也给他把数据解码了 那么就是说 解码成我们可以识别的东西了 那么可以识别的东西 现在你觉得下一步该做啥 这是第四步 解码 第五步呢 对 没没问题啊 你看我上单是知道口端想干嘛了 是不是 知道他干嘛了 我就去干就行了呀 嗯 其实他想干的 无非就是掉我的方法 我现在呢 就可以去 呃 根据 根据这个读取的数据 然后具体来说呢 我读学到的是 这样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里呢 你看我刚才怎么定义的啊 这个数据里是不是有一个name呀 嗯 对 我就可以根据口端传过来这个name 就知道我要掉的是什么函数 哎 然后再根据他的ax 知道怎么掉那个函数 对 所以说根据读取的数据的name 嗯 调用具体方法 这就行了 呃 那么怎么根据他这个name去读呀 然后因为服务端现在维护了一个map 只要说我服务端有的方法 一定在map里 所以说我在map里可以直接取一下 s.functions 这是服务端那个map 然后从这个map里呢 去取那个键 嗯 对对对 rpcdata.name 这就是从map里取了一个键 呃 取过来之后呢 一个是 一个是k 一个是value 哎 不是 不是不是 那是循环便利 map和循环便利是k和value 你要直接取的话 map给你反对啥 对 对一个值一个ok吧 对吧 对吧 一个值值应该是那个函数 还有一个是ok 没问题吧 嗯 对 这是根据他那个 课端传过来的数据 给解析 解析完跟map里边取一下 哎 取过来之后呢 我们得到一个具体函数和一个ok 那么如果这个ok的情况下是怎么回事 哎 如果ok是里边有这个函数是吧 那我这处理一下不ok 如果不ok里边是没有的 那我这 这 打印个异常吧 打印个这个函数不存在啊 不存在 然后给他返回一下 ok吧 嗯 嗯 那么这个 这个异常给他搞定之后 下面就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的情况下 是不是该该掉用了呀 对 对 来 下一步 第六步 第六步 啊 第六步具体的调用函数 那么这块呢 你调用函数 你还得解析什么呀 解析它那个 args是吧 嗯 解析这个args args 啊 想一下这个事怎么做啊 首先呢 你看啊 这块 他这个扣端传过来的函数名 我们其实已经有了 然后他那个参数呢 目前是不是不一定几个呀 嗯 对吧 所以说我得先一个一个的给他拿到 是不是 哎 他这个 他这块你看 他传过来的args 不一定几个吧 也不一定是啥东西 所以说呢 怎么搞呢 你给他都拿一块去 呃 你可以给他放到哪呢 放到一个 一个切片里 可不可以啊 呃 你给我传过来的 比如说三个参数 这三个参数呢 我给你放一个切片里 你给我传过五个 我这五个呢 放一个切片里 然后再拿那个切片去操作就行了 啊 呃 因为呢 他具体的啊 你用反射掉函数 他是这么掉的 我不知道大家 这个忘光没有 这个反射 掉用函数 呃 反射掉函数 你比如说你想掉的是这个函数啊 这个 这个面图里取的是不是一个函数呀 对吧 而且是一个函数类型 那么你想掉这个函数 反射应该是这么去掉的 记得吗 啊 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忘了啊 呃 这个是在咱们基础阶段 讲反射是说过 就是说你通过反射去凋用一个函数的话 就是用那个函数点扣 是凋用的 咱们再翻回头看一眼吧 不是因为我得跟你说 他那里边传什么东西呢 反射 反射掉函数应该是最后一个 哎 钓用方法 哎 你看你反射掉函数是不是这么去掉的 哎 想起点吧 你反射掉的时候是通过那个函数 呃 也就是这个M 然后去掉了一下点扣 然后扣的时候呢 里边传参数是吧 参数传个什么东西呢 是这个类型 哎 是一个什么啊 是一个切片类型的反射的值 看到了吧 嗯 切片类型的反射值 然后里边呢 是具体的那个值啊 这个是反射掉函数的一个写法 所以呢 在我们这块 也是想通过反射去掉函数 那么你在里边的 你在里边传的时候 你传的叉 比如说传的叉叉叉 这叉叉叉呢 一定是一个什么呀 一定是一个切片类型的 反射的 这个 value类型 啊 这个是反射 它掉函数就这么写的 理解吧 嗯 好 所以说我们在 掉这个东西之前呀 必须给我弄出这么一个玩意儿 也就是说你掉 烤之前必须给我出一个 切片类型的revelect.value 并且呢 这个revelect.value里边 是我掉函数需要的 所有的参数 这么说理解了吗 啊 这儿写一下 啊 调用之前 需要这个构造 这样一个类型 然后 类型 里边是调用函数需要的 参数 好 这个应该是讲清楚了 是吧 嗯 然后呢 我就在那声明一下 它里面呢 比如说 呃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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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gs 我去建一个切片 然后这个切片呢 一会儿就存 存参数的 是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 嗯 先给个长度 然后给个容量啊 容量 容量呢 就是你现在传过来的 所有的参数的一个长度 这就行了 好 然后具体这里边 搁什么参数呢 给它循环一下 for range 润值这个东西 因为这里边呢 不一定有几个 我得循环一下 然后循环过来之后 一个是 对 一个index 一个是直 Arg 我的MyArgs 这个切片呢 去append了一下 把你每一次 这个便利揣的 那个东西 给我append了进去 嗯 还是这个反射 value of Arg 因为这是反射操作啊 都得用反射 给包一下 这种的话 我才得到一个 调用函数 之前需要的 一个参数类型 那么拿到 这个参数类型的话 你才可以拿这个 参数去 靠 去调用这个函数 嗯 理解吧 啊 这个是 调用函数啊 好 那么再看一下 这个靠 它会返回个什么东西 你看这个反射调用 最终呢 它会返回一个 切片类型的value 为什么返回一个 切片类型啊 啊 你想想啊 它这个反射 你不管反不反射 你掉一个函数 它返回值 不一定是一个吧 啊 你像咱们返回值 有一个response 有一个arrow 这明显就两 啊 也有可能就一个 这都有可能 所以说返回一个切片类型啊 点忘了一下 它就返回一个结果 反射调用函数 第七步把结果返回啊 把结果 返回给扣短 做这么一个事儿 第七步把结果返回啊 这个给把结果返回呢 其实跟上边这个是类似的啊 因为呢 你这块 它这个 等我想一下啊 这边是调用 然后调用传餐 传餐是得到一个结果是切片的 嗯 得到一个切片结果 啊 对 我现在得到的是一个切片类型的结果 然后我需要呢 把这个切片类型结果给返回到口端 呃 我下面呢 同样需要给它编例一下 需要给它编例 需要编例 呃 那么编例完成之后呢 你可以给它再 呃 可以再编码 对 编码 编码 然后进行这个返回 是吧 这个返回 其实本质上来说就是 就是写出吧 就是写出 然后也就是说调一下那个ret 是不是啊 啊 行了 一会儿再写吧 这个咱们先修一会儿 好吧